但他毕竟是我爹 你爹就是我爹 我又怎么会不担心 你们这是 大宋男子的相处之礼吗 素文大宋是礼仪之邦 如今得见 果然是不同凡响 姑 那个 姑娘 你们族人还好吧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敢闻大侠姓名 没起定日祈祷山神保佑大侠 不必这么客气 那个 你也不用大侠大侠这么叫了 我叫 沈丰 沈丰 枫叶的枫 是 只是路见不平而已 多谢沈丰哥哥 姑娘 这九凤山 除了一线天 还有其他出路吗 当然有了 只有我知道 那能带 能带你沈丰哥哥出去吗 当然可以了 沈丰哥哥 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不好了 不好了 着火了 我一兵放火烧山了 什么 那你们赶紧找地方躲避一下 是 大家快跟我走 沈风哥哥 走 跟我走啊 快走 走走走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务必给我找到刘易康 是 可恶 现在火势越来越大 再这样下去 我们盘古都要被烧光了 你先冷静 他们人多势众 手里又有玄铁兵人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的族人的 路远抓不住我 是不会撤兵的 我们分头行事 我来引开他们 好 好 这里地形错作复杂 你最熟悉 可否愿意 跟我们一起玩个游戏 我愿意 小心行事 追 他们在那儿 别让他们跑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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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走 走 四哥 快 走 四哥 四哥 追 别让他们跑了 走 这金丝软甲乃玉刺之物 这句尸首必定是蓬城王 刘易康啊 你我斗了这么久 今日终于分出了胜负 沈丽哥呢 尸首尚未找到 不过 这蓬城王都逃不过这熊熊火海 纵使他沈丽哥有九条性命 也无济于事 传练下去 趁万景盛和隋远兵历劫之际 一举歼面卫军主力 夺回码头 为蓬城王报仇 是 忠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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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了 何事 禁灵王下令 封忠虎为先锋将军 承担保护蓬城王之责 若蓬城王出事 先锋将军首当其仇 依照军规 失责当死 什么 禁灵王之令已经 已经到码头驿站了 好一个刘毅宣言 他将我的命和刘毅康绑在了一起 他定是察觉了什么蹊跷啊 可蓬城王已经死了 忠虎岂不是 这令不是还没送到吗 我们即刻带着蓬城王的尸首 返回建康 杜副将 在 你立刻整顿人马 秘密返回建康 在城外驻扎 末将领命 我们走 绝对不能让陆远得逞 四哥 我去 千万小心 都怪我 给大家添麻烦了 虽说 这场大火跟你脱不了干系 但多亏了你和沈丰哥哥 才让我们旁古族人 摆脱了梅牙的欺压 你们是我的恩人 乡亲们 他们帮助了我们 我们要感谢他们 是啊 是啊 今后大宋和盘古 便以友邻相称 等战事结束以后 欢迎你们随时来建康 好 好 好啊 那我安顿好族人们 就去找你们玩 没问题 别说来玩 就是嫁过来都行 那我要嫁给沈丰哥哥 沈丰哥哥 应该可以吧 那他为什么没来啊 他有些事情先行一步了 告别都不来吗 你可以去建康找他呀 对 我码头还有战事 就先行告辞了 嗯 对了 我没岂是个有恩必报之人 你们救了我 我定竭力相助 我们盘古虽然地结小 但多的是 萧永善战的勇士们 为了帮助你们 我愿意派勇士 助你们一臂之力 多谢小首领相助 勇士们 跟将军走吧 是 好 这些都是梅琪派来支援 我们的盘古勇士 多谢各位相助 都解决了 当然 我还遇到了霍云大哥 我让他先集中兵力 前去码头支援 好 先解决外患 再除内贼 四哥 我想先救我爹 现在既已开战 当然要救沈将军 必须要把他救出来 明白吗 明白 一定完成任务